水清也影响到饮料店了吗 这是在中部地区有一名消费者呢 他去买黄金乌龙茶 店员却说因为缺水所以停卖 他就好纳闷哦 说这个乌龙茶跟缺水有什么关系呢 店员回复说 原来乌龙茶的销量比绿茶跟红茶还要差 常常会被倒掉造成浪费 因此停卖 而其他的饮料店像是清新扶全 也说高山茶普尔茶销量比较不好 在停水期间也是干脆不卖 茶堂会则是在停水期间 只贩售各店的排行榜畅销饮料 摇起冰块放进雪克杯中 加果糖再倒入已经煮好的高山茶 咬几下一杯清凉消暑的手摇饮就完成了 高山茶好了 天气转热饮料店升一夯 但却遇上了中部限水供五停二 饮料店除了得要自己除水 还得要有因应措施 所以我们都会跟客人讲说 就是这两天的话 就是尽量先不要点高山跟无耳茶这样 像是清新扶全 冷门的高山茶和普尔茶 停水期间就不供应 茶堂会只提供店内畅销排行榜饮品 各店内品项都不一样 另外像是花好月圆 则是不会减少品项供应 还有一名女大生想喝五十兰的黄金乌龙茶但却买不到 普文上网求解答 原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乌龙茶的销量不好 经常得要整桶倒掉十分的浪费 所以停水期间有部分店家停止供应 缺水时期影响的不只是民生用水 就连手摇饮店也要停止贩售冷门商品来减少用水量 节中部综合报道